Q彈麵條牛肉超大塊 淋上濃郁湯汁 好想立刻咬一口 高雄知名紅燒牛肉麵 以往到了用餐時間 都大排長龍 如今來到麵店 明明是營業時間 卻鐵門拉下 外頭也沒貼公告 無預警暫時歇業 不知道 做路客生意 專門做道路客的生意 生意 還不錯 牛肉麵店暫停營業 民眾好驚訝 其實這間店是藝人 陳志強父親 跟同巨人合夥經營 2012年爆出賣回收小菜 重創商譽 之後改名再出發 做做看 反正做做看 試試看 專做路客生意強強棍 沒想到卻遇上路客 線索生意慘淡 向合作的旅行社發訊息 感謝民進黨總統蔡英文的得證 路客來台觀光數量急劇下降 十多年來培育結果毀於一旦 對民進黨來說 A piece of cake 為了免於被民進黨繼續羞辱 以及看不到未來曙光 將在9月30號完成最終 級階段性任務後畫下句點 此後員工回家吃自己 老闆暫時歇息去 話說得好酸 臉書營業狀況也改成 可能永久關閉 高調歇業 以前的話是很多遊覽車都在這邊 但是後來就感覺起來 好像就比較沒有 實際撥打業者陳志強 付清電話無人接聽 陳志強則是在拍戲 暫時無法取得回應 蔡政府上台 陸科銳減重創觀光產業 如今小石店也掃到颱風尾 關門鮮豔催倒閉潮 記者林正月王書宏 高雄島 在拍戲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